七仙女柔美的身段搭配动人的乐曲 舞出华人社会中牛郎之女的经典爱情故事 2023台北市传统艺术季压轴大戏 推出民主舞剧七夕语 当年由郑思生作曲曲惠美编舞 1984年举行首演大获好评 更开启台湾民主舞剧以及大型制作的先河 如今再度扳演 北市国特别与台义大合作 由过去两度演出七夕语的台义大表演艺术学院院长曾兆勋 担任艺术总监 以崭新的风貌重现当年的经典 时隔40年这样子的一个经典的作品 那么仍然是经过时间的淬炼 那么也站在了一个教育者的一个立场 成如刚刚所提到的 我是许惠美老师的学生 那么呢 我有幸两次参与了七夕的演出 第一次的时候 那么我担任七仙女 其中的一位 我是属于比较个性活泼的老二 那么在28年前 那么也感谢许惠美老师 那么从美国回来 把许惠美老师的一个作品 那么重新地再演绎 那么在当时很荣幸地呢 能够有机会担刚之女这样一个角色 那我想从小跟着许惠美老师的一个学习 那我相信 在我一辈子的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 这个养分不断地滋养着 那站在教育者的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 现在是传承到新一代的舞者们呢 让他们能够领会到 在40年前 那这样子的一种舞蹈的美感 舞蹈的一个呈现 我想艺术是不断地往前进 那么还有在整个时代的一个变迁当中 它总是会产生了一些变化 那陈如刚刚我们的主持人也提到了 这个时隔45年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这个期许旁边的这个八个字 再续就与今天大作 那这个我也很感谢 我们的这个陈俊良老师 在帮我们设计这一张海报的时候 那么也帮忙下了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标语让他就呈现 那旧语呢是两个意思 又是好朋友 那么牛郎之女的故事 是那么感人肺腑的 很感动的一个爱情故事 我真是百感焦急 每一次这一个舞排完回家以后 我晚上在睡觉 想到这两位这么优秀的艺术家的合作 然后看到这些 几乎可以说 在学校都是跳现代舞芭蕾 要把他们磨成像天上的仙女 所有的一举手一投足 都要恰到好处 包括你的眼神 我感谢很多人 我要特别讲 团长还有院长 真是谢谢你们 还有施老师 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我姐姐的话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作品呈现 我们等一下有两段 没有呈现的 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你光是听里面的音乐 然后看这些舞蹈子顺畅 很感动 演出记者会 特别以40年前的剧照 作为舞台背板 台北市立国乐团团长陈振刚表示 从当年剧照可以看出舞者的神情及韵味 但不同世代有不同的审美 在现代音乐舞蹈剧场 以及多媒体工作者合作下 七夕雨才能经典再现 背后这张照片 每一个人 每一个舞者的神情 现在都很难看到 很难找到 不同的世代 有不同样的美 就譬如我们 在我左手边的第一位后 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的 曾造勋院长 第三度 曾院长是整个 这个制作的策展人 统合了所有的音乐艺术 跟舞台上面 所有的出版事项 真的是非常感谢 曾院长的团队 一起参与 我们真的要说 每一个人脸上的气韵跟神情 都有不同世代的美 大概这个世代 要做到当时四十年前 大概很难回到四十年前 同样的我们也要说 四十年后 我们拿什么重现这部经典 这里我们真的就要 谢谢曾院长 谢谢许临美老师 谢谢施德玉老师 谢谢整个台义大的 表演的整个团队 给了很多的协助 邀请了当代的指挥家 我们的前团长 郑义彬团长 台义大国乐系的 在音乐上面的重新成立 还有舞者群 还有我们说整个剧场的 软硬体的进步 在这四十年来 台湾有太多新的剧场 舞台上面的软硬体 也进步相当多 当然这个时候 在舞台上综合的呈现上面 多媒体的运用 也会是这一次 重新再现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2023经典七夕雨 舞蹈将由许惠美的妹妹 许丽美接手重建 音乐则由作曲家 朱云松做配器重整 由北市国前团长 郑立斌单纲指挥 强强联手 将于6月16号到18号 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大剧院重现经典 邀请观众朋友 共同回味这出 历久迷新的经典民族舞剧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